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中国人传统的伦理中是难以接受的 那年李壮平61岁 女儿李勤23岁 据李壮平说 他一生中当过农民 工人 干部 教师 但画画是他钟爱一生的事业 他想把自己的女儿也培养成一名画家 李壮平告诉记者 他的作品以屈原笔下的山鬼和郭沫若的乌山神女为题材 我发现身边朝夕相处的女儿与女神形象很贴近 在争得她的同意后 我便同女儿一道开始创作 她既是画中的模特 又是同我一起创作的画家 李壮平说 东方神女山鬼系列 是以女神为主的油画作品集 旨在表达 人人都献出一份爱 人与自然 人与动物 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 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和平 自由幸福的主题 李琴和父亲李壮平一起创作的东方神女山鬼系列油画 已经展出 便在社会上引起热议 有人说 女儿做父亲的罗魔 让人难以接受 许多网友认为 亲生女儿做裸体模特 听起来怪怪的 也有网友认为 不管怎样 一想到女儿在父亲面前偷光 心里就觉得不舒服 还有网友甚至认为 如果不是因为画里的裸体模特是画家的女儿 东方神女山鬼系列 不会这么快就活起来 伦理专家袁祖社也表示 从伦理学角度看 李壮平的行为是不当的 引起的社会性伦理效应是相对负面的 对此 2009年1月19日 李壮平回应 不管别人戴什么颜色的眼睛看我们 我们很坦荡 实际上 李壮平 李琴父女俩的画很美 也不会让人觉得色情隐晦 李壮平画女儿是 因为爱恋 会有意无意地在细节上 做一些处理 比如对李琴身上的一些毛发的处理 画中也无不雅的姿势 画中的女儿看上去美丽 性感健康 给人以美的享受 李壮平无疑取得了成功 她非常珍爱这些作品 并声称 她的这些作品 任何一副 少了七位数 她都不会卖 因为她画的是她的女儿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观看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